完了完了,没剁着火了,董龙机正在把上面的一层煤全部吃掉,吃完之后用挖机再掏 抓紧时间把铲车开下去,把挖机开上来 挖机停了有一段的时间了,估计也打不着了 把铲车停到挖机的旁边,一会儿打不着的时候,直接对车 正如我所料,挖机打不着,还是全车没电,电门拧开也不通电的 连接铲车的电瓶应该就问题不大,应该是能打着 挖机就打着了,让车热一会儿,这是一台沃尔沃的360 听其他司机说,这台挖机干不了活,一旦干活了,挖机总会坏 今天我就试一下,这台挖机是怎么个事 原车的电子笨坏了,重新又安装了一个 但是这个电子笨还是带开关的,着车的时候就得打开 着一会儿就得关,如果让他长时间的工作,说是会把电子笨烧掉 你说纠结不纠结,时间紧,任务重,上舵上舵 估计行走的承重龙也坏掉了几个 走路是一跳一跳的,上舵之前,领导让我把这石冬子往正摆一下 这个石冬子上不了排面呀,我觉得还是实施子好 至于这个石冬子为什么会跑偏 当然是搬挂车往后倒的时候,挂到这个石冬子了 这个时候我根本是没有注意到,石冬子是反了 跟左边的不一样,来个180度的旋转 把拖出来的尖角往回一搂,再往门跟前推一推,这就到位了 上舵之后刚走到平面,这挂街供油不足,又灭车了 这都没干活呢就灭掉了 红色街正啊 好了 不行呀,刚才还能打着,现在是打也打不着了 这玻璃有点脏,啥也看不见 供油不足,肯定是油路方面的问题 他们之前都是开过的,我这是第一次开这台挂机 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还没干活就先修车 终于弄好了,刚才是把垫子奔的开关弄错了 还有一个开关,在架室里面 送着斗龙机挖出来的槽子,把挂机开下去 把上面高出来的煤全给它推下去 这样挂机也好走 只要挖斗挨着的地方,都会冒出来一股烟 这是什么情况 这烟雾缭绕的,我连前面的路都看不清楚了 你还别说,斗龙机吃出来这个槽子,刚好能走一台挂机 不多不少 送着这条槽子,就可以走到煤垛的最底部 着火的源头,应该就是冒烟的这一块 领导来了一个百米虫刺,过来给我指挥 领导的精神,先把这冒烟的地方先给挖一下 挖着看看,下面有没有火 几斗子下去,只见烟不见火呀 上面一层刨掉,需要把下面的全部给甩上去 但是煤垛实在是太高了,我这挖机完全是够不到 就在我挖机旋转的过程中,这火花四溅呀 我都没想到,这拉来的煤竟然能自燃 由于垛太高了,挖机甩不上去 我只能再往半坡上爬上一段,再往上甩 接下来挖的每一斗子都已经看不到火星 最终我挖了有十几斗子 可算是把这些全部挖完了 冒的烟也是越来越小 按照领导的要求,把这些挖出来的煤 这回就不用再往上甩了 直接甩到右边去,甩到右边堆起来 靠近墙边的煤就用斗背往回收一收 领导再三检查,知道安全了,才让挖机往处走 一边走一边还要把坡上的煤往磁室拍一拍 把刚才甩上来的这些煤再往回摟一摟 铲车一会儿要把这些煤全部给摊开 挖机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再没有出现什么状况 把挖机听好,继续开铲车卸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